其實臀積症是一個新疾病的名稱 它從西元2013年 在美國精神這種疾病手舍裡面 才列為一個疾病 它其實是有幾個條件 我們來看看手板上面 它所謂的臀積症 我們台灣精神醫學會把它當成儲物證 英文叫Holding Disorder 它的幾個要件 第一個要件 就是你可以看到 不管持有物的事實價值如何 對其丟棄都會出現困難 第二個這種困難主要是認為這些物品都是要所需的 丟棄會讓你的心理造成挫折 第三個其實這些儲物已經明顯影響你的生活 必要的生活空間 也減少上市其當初需求的原因 因此這樣可能造成明顯的社會職業 及其他領域 包括環境的安全 公共衛衛生的問題 或是塞滿了診間 甚至讓家人深感困擾 但是Ashley你之前蠻會出這些物品 你家裡有遭到這麼嚴重嗎 我覺得可能沒有影響到左鄰舅社 但是我就是自己本身的空間有受到影響 就是整個櫃子都是藥 而且藥就是可能在很多個地方都有 這樣不只一個抽屜 除了藥之外你家裡還會有很多東西堆在一起 然後都無法整理這樣子的情況 有 衣服 有堆到什麼樣的程度 是那種衣櫃打開 整個衣服怎麼都爆炸掉下來那種程度 曾經有類似過的情況 就是有一些不會穿的 但是你也是把他留著覺得丟得很浪費這樣 可是其實實際上也不會穿 我們跟一般的可能就是打掃公司 或者是居家的收納達人 比較不一樣的是我們很著重在諮詢的部分 可以隨著就是你進入到暗主 也就是對方的家裡之後 會隨著他對待物品的一個方式 還有他居家呈現的狀況 你可以就是慢慢的去釐清說 他其實他應該是蠻怕生病 然後一怕生病的時候會不舒服 沒有藥在身邊他就會覺得很破壞 這其實是他內心的隱憂這樣子 然後這時候就可能會變成說導入說 可是你是不是放了這麼多東西 你也會忘記哪一些藥在哪裡 然後到最後可能放到過期這樣吃了之後 身體是不是會更不好這樣子的 比較柔情的方向去說明 就是透過整個這件事情是幫助他們認識自己 因為有一些像不管是囤積 然後有一些很愛買東西的 他們自己也不知道 其實心裡面真正在意的是什麼 那回報告顧問的很重要的任務就是 你要幫幫陪著他一起整理 然後去審視他的這些物品 對他來說的這個重要的程度是什麼 這種純積症、儲物症 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大概也不會去幫他做決定 不過我們倒是會要先強調去協助 就像剛剛你剛剛講 去陪伴他了解他為什麼要追這些東西 那我想我們如果在處理的時候 會採取這種認知行為治療 然後一步一步一個階段一個階段 那可能至少第一個原則要出來就是安全 第二個要衛生 第三個呢要騰出一定有的空間 可能這東西都是比較好切入進去的 因為你存機那麼多火大 萬一不小心房間一鎖好 你跑都跑不掉 所以這些東西如果先有的程序就進了一個重處理的話 我想一般如果搭上親友的常常去給你肯定陪伴 一起家裡協助清理的話 效果會四半功倍